香港著名女作家易叔对她赞不绝口,赞誉她为百年难遇的爵士佳人。 她就是尤敏,在娱乐圈美女如云的时代,能够得到易叔如此赞誉的女心,实属奉毛领奖。 尤敏,这位,玉女掌门人,的奠基者,自踏入影坛之初,便凭借她清纯可人的外貌和甜静淡雅的气质,赢得了《玉女》的美誉。 1958年,她从上市影业转投电貌公司后,因在《玉女思情》中出色地饰演了纯真温柔的李佩英一角而声名雀起。 此后,尤敏在银幕上多次扮演了那些温顺善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玉女形象,从而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玉女的崇高地位。 尤敏的美,独具一格,既不同于林黛的妖娆肚子,也不同于李丽华的百媒千娇。 著名作家一书毫不吝啬地赞美她,甚至将她与林青霞相提并论。 她曾这样描绘尤敏? 我们都承认,再过一百年,一百个人当中也不会有尤敏的眼睛。 她的温文和谦和让人在见到她的那一刻,声音都不由自主地降低,即使再不高兴,也会对她礼貌地微笑。 她的美丽如此令人尊敬,让人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 尤敏,一个高贵的女子,连名字都如此恰如其分。 虽然之后有林青霞这样的美人,但尤敏的美丽却显得如此平和。 自然,仿佛她就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一个完美化身,永远铭刻在影迷的心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美丽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显得动人,愈发不负众望。 凭借《玉女思情》中的出色表现,尤敏荣获了第六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并一跃成为香港最耀眼的女星之一。 随后,她又在《加油喜事》中再次斩获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1962年,尤敏更是凭借《星星》、《月亮》、《太阳》摘得了第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桂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风靡了整个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日本等地,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女神。 在1960年6月的《国际电影》杂志第五十六期中,文章《谈尤敏的演技》对尤敏的演技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不仅勤奋刻苦,而且虚心好学。 每次角色的转变都源于她深思熟虑的准备,尤敏的积极进取和不懈努力,不仅体现了当时香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更彰显了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所具备的独立与干练特质。 作为当时电影界的璀璨明星,尤敏的签约范围之广令人瞩目,她能同时为几家大公司提供服务。 这种待遇在当时仅有几位顶尖明星如李丽华、林黛、乐蒂、夏孟等能享有,在电貌、公司期间,尤敏的演艺事业达到了顶峰。 在这六年里,她凭借电貌的大制片场制度和明星制度,在文艺片、喜剧片、古装片等多种类型中不断挑战自我,成功塑造了多种角色,如清纯的少女。 身世坎坎的孤女等,成为电貌、备受瞩目的女星之一。 然而,在玉女私情、供应之前,尤敏的演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原名碧玉仪,1936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花县,父亲是著名的乐剧明灵白玉堂。 1952年,还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游敏贝、邵氏、公司发掘,凭借其清纯的外貌和典雅的气质,迅速成为影坛的《玉女明星》。 在《邵氏》的六年里,她主演了18部影片,但角色定位并不稳定,时而扮演少奶奶,时而做修女、娘惹、歌女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荧幕形象的统一和稳定。 1958年,游敏转头、电貌、公司,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在《电貌》,她得到了更准确的角色定位和高效的宣传包装,这使得她的演技日真成熟,成为香港影坛备受瞩目的女星之一。 通过主演《玉女思琴》、《加油喜事》、《星星》、《月亮》、《太阳》、《小儿女》等影片,她逐渐巩固了自己在影坛的地位。 回顾游敏的成长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出生于香港,成长于澳门,求学期间辗转于香港,澳门于广州。 这些经历让她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扎实的英语功底。 1961年,电貌,鉴于游敏在亚洲的广泛影响力,与日本东宝公司合作拍摄了彩色影片《香港之夜》,由游敏担任女主角。 这部影片的宣传费用高达2500万日元,在日本上映时打破了同期所有中外影片的票房记录,持续三个月热度不减。 由敏因此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明星,并被日本新闻界誉为香港珍珠、电貌。 公司巧妙利用时机,大力推广由敏的明星形象。 她们经过对日本媒体关于由敏的报道的详尽分析,总结出由敏在日本备受欢迎的三大原因。 首先,她的外貌与日本人相似,其次,她拥有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脸型。 再者,她的温柔与礼貌深深打动了日本观众,作为《三部曲》的首部作品《香港之夜》,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 紧接着,《香港之星》和香港、东京、夏威夷也相继在日本市场亮相,并收获了好评。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扩大市场份额,电貌和上市等香港制片机构积极于台湾、日本、韩国、泰国等地展开交流合作,为荧幕上的女性演员提供了更多跨国工作的机会。 其中,电貌与日本东宝珠市会社联合制作的三部曲便是这一合作趋势的典范。 这一系列作品不仅让尤敏突破了传统的荧幕形象,更在更宽广的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东方女性的魅力和现代女性的特质。 在当时的影视圈,明星出道后多使用艺名,这些艺名通常由经验丰富的电影公司老板、导演或风水大师选地,以助力其演艺事业的腾飞。 然而,尤敏的艺名却是他亲自挑选的。 据当时的娱乐媒体报道,尤敏将自己喜欢的姓氏和名字分别写在纸条上,然后随机抽取。 最终形成了,尤敏,这个艺名,这个名字不仅在粤语和国语中都异于记忆和发音,而且与尤敏的玉女形象相得益彰,堪称完美的艺名选择。 影评人司马芬在,中国电影《五十年》一书中评价道,在近三十年的香港影坛中,尤敏以及清秀可爱的形象和十足的玉女风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电貌的当家花旦,他在生育和地位上与上士的林黛不相伯仲,而在1958年《南国电影》杂志的相关文章中,尤敏被描绘为一位生活淡泊,勤于进修的天主教徒。 其《银潭玉女》的称号也体现了他在私生活方面的洁身自好和自我规训意识。 此外,尤敏在公众场合的着装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和保守态度。 相较于其他女星偏爱西化装扮,尤敏更偏爱旗袍,并强调旗袍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他的这种着装风格也体现了他对大方、舒适与适合环境的追求。 尤敏,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他的家中有一个充满欧洲风情的客厅。 在烹饪方面,尽管他对中式菜肴并不擅长,但炸鸡和煎猪排却是他的拿手好菜。 夏天,他喜欢畅游水中,享受游泳和滑水的乐趣。 而到了冬天,他则热衷于乒乓球、羽毛球和篮球等运动。 1962年2月,尤敏与其母亲因经济问题而陷入法律纠纷。 作为家中的长女,他不仅要承担家庭日常开销,还被母亲要求上缴所有收入。 面对母亲的过分要求,尤敏选择拒绝,却不料被母亲告上法庭,使家庭矛盾公之于众。 当时,尤敏正与富商高福球交往,这场官司让他担心婚后会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 在朋友的鼓励下,尤敏勇敢地面对这一困境,并在法庭上详细陈述了自己对家庭的付出。 经过媒体报道,他的遭遇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同情。 最终,法官判决尤敏胜诉,使他得以摆脱母亲的压榨。 1964年4月,尤敏与高福球在英国伦敦注册结婚,开始了安逸的婚后生活,并时常周游事件。 许多人认为,他退出影坛是出于无奈,因为电貌老板陆运涛及其团队的意外,以及香港电影界受内地、极足、思潮的影响,使得他在影坛的地位变得不确定。 然而,尤敏选择避开世俗纷扰,回归家庭,过上宁静的生活,这或许正是他内心真正的追求。 尤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先有绯闻,无愧语,影谈玉女,的称号。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在他去世后,他与丈夫高福球的合葬目的于2019年7月12日被亲友发现遭到破坏,骨灰盒和陪葬品被盗。 亲友们立即报警,但案件至今仍未破案,此消息已经曝光。 许多网友表示震惊和不解,虽然尚不清楚盗窃动机,但贪财的可能性较大。 然而,这种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仍然让人无法接受,剥夺了死者最后的安宁。 幸运的是,不久后,一位在郊外公园工作的清洁工发现了被盗的骨灰盒,并将其送回了墓地。 这一善举被许多人视为天意,让这对夫妻得以重获安宁。